如果人类没有了生育能力,你觉得会怎样? 本期立歌为您带来电影《人类之子》 2027年,英国伦敦,小酒馆里叽叽嚷嚷的人们都为迪亚哥雷卡多哀悼 他是一个特别的明星,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人类 人类不再繁衍生育,他成为最珍贵的存在 似乎是人类渴求的太多,无数人说这是上帝愤怒的惩罚 整个世界变得阴暗混乱,世界只剩下灰与黑 蒂欧看了一会儿新闻,正走出门,却被突如其来的爆炸伤了耳朵 他来到上班的地方,向上司请假 跟着自己的忘年交,贾斯波去了他所拥有的一栋秘密别墅 这栋别墅位于密林深处,对于他俩来说,只是最后的安宁处 贾斯波一如既往的乐呵呵,他炫耀着自己的大麻生意 毫无芥蒂地向他透露其中的门道 蒂欧笑着接过他递过来的大麻,享受着此刻的宁静 等他修整好自身,却在路中央,被人套头袭击 接下头套的那一刻,蒂欧看着面前 以自己前妻朱利安为主的一群反动派 他们希望蒂欧为另外的两个女人弄来通行证 蒂欧并没有立刻答应,但了解蒂欧的朱利安知道他会拿到 果不其然,过了段时间,蒂欧将弄来的通行证递给朱利安 并不得不带着他们一起出城 一行五人朱利安、蒂欧、奈吉尔及还有比利 他们坐在车上,突然冲出来一辆着火的车 又跑出来一群持枪的非法移民 朱利安不小心被击中死去,众人惊慌 不得不逃到比利相熟的一个农场 蒂欧愤怒又伤心,他拒绝继续帮助他们 打算自己一个人回伦敦 新选举的领袖路可威胁他 让他不得不暂居农场 这时候,即为了得到他的帮助 将自己怀有深远的秘密告诉了蒂欧 蒂欧惊讶之余,想到自己死去的儿子蒂伦 他同意将他顺利送打到人类专案小组的手上 正当打算跟路克他们和谐相处 他却偷听到朱利安死去的真相 竟然是路克他们为了获得权力自导自言的谋杀 蒂欧当机立断带着鸡和奈吉尔离开农场 夜色正浓,他们被发现了身影 惊慌错乱之下激发了人的极限 他们在重重包围中逃离了农场 蒂欧唯一能相信的人就是贾斯伯 他带着两人来到老友家 贾斯伯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在知道了鸡怀孕之后更加温柔相待 好景不长,路克等人找了过来 贾斯伯让他们迅速离开 而自己为了掩护蒂欧他们 死在了路克的枪下 蒂欧伤心至极 却还是要带着鸡他们前行 他拿着贾斯伯给他的讯息 去找街头的人西贝 以奇怪的暗号获得了他的信任 他们几人伪装了自己的身份 搭上了去被斯希尔集中营的车 奈吉尔却在中途被赶到另一个地方 而羊水已经破了的鸡 不得不咬牙坚持 在吉普赛女人 玛丽卡提供的旅馆下 生了一个健康的女儿 路克望着这许久未见的新生命 听着小儿的啼哭 他心里缓缓升起一种莫名的感情 这本来是人气以为常的事情 却因为不能再生育而变得如此的特别 西北前来看望他俩 偶然发现了新生的婴儿 他仿佛变了个人 要将婴儿占为己有 迪欧等人自然是不愿意的 他们奋起反抗逃往外面 路克等人竟然追了过来 一把抢过鸡和婴儿 打算枪毙迪欧和玛丽卡 突然本地军发现他们 双方对峙 枪声不断 迪欧躲闪着 逃出路克的控制 顺着哭声寻找鸡 在一个破旧楼里 他发现了鸡和婴儿 迪欧护着两人下楼 不管是军人还是反叛的人 一看见这个婴儿 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主动掩护他们 包含热泪 颤颤巍巍 且小心翼翼对孩子伸出手 这是无数双渴望触碰的手 仿佛触摸到孩子 就是触摸到和平 玛丽卡找到了船 将鸡和迪欧送走 她却没有上船 两人在船上漂泊 鸡突然摸到手中的温热 吓了一跳 以为是自己身上的血 尖叫出声 迪欧安慰她 告诉她 吃自己的血 他们划到约定好的 浮标周围 浓雾弥散 却没有人前来接应 迪欧渐体力不知 冰冷蔓延伤她的身体 她缓缓闭上眼 鸡忍不住流泪 决定给自己女儿取名 狄伦 这时明日号破空而来 鸡看着这一切 脸上终于露出微笑 时光流逝 生命确止 混乱不安 唯有新生 生育是一种上天赐予的能力 很多人不屑一顾 只有当失去的时候 才知道珍惜 希望能抱有感恩的心 正确看待这种能力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我是立哥 远足灯转 照亮你心